佛誕節及全球慈祭日三節合一的大日子 花蓮區一共來了二十多位的慈祭職工 現在正頂著映陽天在玉佛典禮的現場 進行貼地標的作業 沒有時間揮汗 大家一邊坐耳朵也一邊注意聽指示 職工們也將十多年貼地標的經驗 累積成專業 原先的這個地標紙 貼在地上之後經過下雨 它最怕下雨的 只要一下雨它就會浮起來 所以我們在貼的時候 底下會加一層那個大力貼 把大力貼貼在下面之後 我們再有這個貼紙貼在大力貼上面 它就很強固 花蓮金斯堂道旅廣唱 在玉佛典禮當天 預計將劃分成十二個區塊 總計十個玉佛台 有三千多人的動線 都將依循著這些地標 沒有地標的話 很多的玉佛菩薩們 他就很安心可以就定位 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是安住在這裡面 來參加玉佛活動 同時呢 這玉佛活動的動線走動啊 呈現那個圖騰等 都是那個地標可以呈現的 幫助的地方 六千多張地標 交由慈激職業體的員工 和慈激職工 分區分時段來接力 將在一天內完成 展現和合互協的成果 台新聞華南平衡國家 華聯報道 而在臺南 其實志工舉辦 行政